我要你陪我去看一块山茶花 可好 等一下 你是不是喜欢山茶花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叫迎春园 里面种了大田的山茶花 特别好看 好 这次一定赴予 恭喜大家 今日预展会举办的绅士成功 苏公子 苏公子来了 这次展会真是多亏你了 要不是你我们就惨了 舅妈 不必跟我客气 你帮了大家这么多忙 林医生谢谢也是应当的 那 你打算怎么谢我 程天 跟我去后院搬个布去 衣服没晕完呢搬什么布 没练 你架吗 没什么 我没有什么 夫人 我又演你架 别别别别别 怎么都走了啊 对了 我们方氏又出了许多男士成衣的图样 苏公子随便挑一件 我们送您如何 我们苏家就是做医生的 我又不选医生 那你想要什么 我要你陪我去看一块山茶花 可好 等一下 你是不是喜欢山茶花 我知道有一个地方叫迎春园 里面种了大片的山茶花 特别好看 真的呀 真的啊 不过昨日我去 现在还未开园 待有无妨 十日之后 那里会举办签勾会 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 怎么样 签勾会 特别热闹 那 那说定了 十日之后 我在这里等你 不见不散 好 那到时候见吧 这一场约定我可得跑久了 好 这次一定复约 好 一言为定 就 就 就 王爷 没想到那个方氏之鱼铺 那么快就重新开张了啊 就 我就知道 霓裳姑娘 不会这么容易就被打败 王爷 您归心似箭 别着急 还有不到一个时辰 我们就到京城了 我在想 是不是下次 应该让小秦跟我出来 不是 不是 不是王爷 我做错什么了 您此话何意啊 你 话 多 对了 我让你办的事情 你办得怎么样了 王爷 您放心 前几日啊 我已经派人回京城了 已经跟小秦姐姐说了 让她将那个原子收拾出来 办 办那个那个那个 山茶花卉 什么山茶花卉 叫得那么俗气 我只是啊 让你们把原子收拾出来 我要请人来赏花而已 王爷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您请的客人 一定就是方氏制衣铺的 霓裳姑娘嘛 虽然不意